李星尧 下次别让你爸爸来了 爸爸送你回家 爸爸 我自己做回事 你如果能不回来帮爸爸 爸 我上次我就跟你说了 我要创业 而且我对种田根本就没有想法嘛 主要我爸爸抛光的地 他全部揽自己身上 他岁数也不小了 我就看着我心里头难受 这次我跟乡亲们一起 在田里干着活 有风吹过的时候 我们就直起腰 那种感觉很幸运 你说我那你需要了 我是不是可以回去 让那一天的高兴 我回来帮你 我不走了 岸上有不对